每個星期都要很自律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說一點就是關於升大學的事情 究竟在香港現在要讀大學是有多難還是有多容易呢? 千萬不要氣餒,不要灰心 大家好,我是郭Sir 有一段時間郭Sir沒有跟大家分享過一些 關於教育相關的新聞 最近也有一宗新聞,雖然遲了幾天 因為最近自行選後階段也有很多片要出 每個星期都要很自律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一說究竟未來的星宗有什麼 這次多說一點就是關於升大學的事情 大家如果看新聞都知道 最近一個名愛專上學院獲批准升格為一個私立大學 而最新的名字叫做聖方濟國大學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究竟新聞怎麼說 一起看看 他就說了,行政會議9日 他就說了批准了這個名愛專上學院 升格為一個大學 改名叫聖方濟國大學 聖方濟國大學 第四間取得大學名銜的自資專上學校 那四間分別是恆生大學 還有哪幾間,樹仁 還有我已經忘記了 不過怎樣也好,我們看看 這個名愛專上學院 已經可以通過了評審 名愛是否有醫護的學系 好像是,最好是什麼 最好就是這樣 他們說了 今屆的畢業生就是聖方濟國大學證書 聖方濟國大學不再是名愛專上學院 即是接下來2024年畢業的你 不知道有沒有大學生會看我們的視頻 大學生看我們的視頻是否應該來應徵做導師 或者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應該拍一條應徵導師的視頻 然後看看哪一個有興趣 成為一個新的面試班導師 升學的顧問 或者一個懲婚史的導師 都可以去應徵 或者看完這段視頻可以檢查哪裏有個QR Code OK,不會調整學費 即是一如既往,即是幫助學生 始終名愛只有一個我們所謂的慈善團體 頒發證書 一路下去下去,就繼續培育人才 教育局局長也有說 有大學的名銜標注著一個新的里程碑 另外有些優質教育等等 明愛專屬學院當時叫徐承賓學院 不知道有歷史的家長 不是,是有年多的家長 應該會知道徐承賓學院是一個什麼回事 郭Sir曾經聽過 但印象比較模糊 之後就開了副學士學位 再後期就開了學位課程 即是大學的課程 我們Bachelor的課程 來到2023開辦了13個課程 一些自知的課程 包括了12個學位 和一項碩士學位課程 有3000個全日制學生 和500個兼讀制製 就是part time的同學 另外,接下來新的,除了poly、中大 有開酒店旅遊之外 明愛專屬學院不是,是聖方濟國大學 到會開了 講完這個,講起聖方濟國大學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一下 聖方濟國這個名字 其實由幼稚園、小學、中學 再到大學都有這個名字 大家留意,幼稚園是由明愛去搞的 而聖方濟國大學依然是明愛 但小學和中學是由家樂殺會去搞的 所以所謂的一條龍 暫時來說,如果以郭Sir的認知 應該只有嶺南而已 因為你留意一下 由嶺南幼稚園、嶺南小學、嶺南中學 到嶺南大學 他們的校徽都是一個學校的屋子 然後一條路走進去 紅色圈圈,底是灰色 都是這個樣子,就是嶺南 而我們又看回這個改名的行為 恆生商學院到恆生大學 樹人學院到樹人大學 現在明愛專屬學院到聖方濟國大學 都是一個改名 另一個就是一個 一直都有搞一個學士課程的學院 就是教育 以前叫做教育學院 現在就叫做教育大學 我們叫做SU 究竟在香港現在要讀大學 是有多難 還是有多容易 我們又一起看看 我們去了教育局的網站 提供班售學位高等教育院校 包括了明愛專屬學院 第一格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聖方濟國大學 明德學院 城市大學 這些我們認識 後面有括湖一號、二號 就是說究竟他們是政府資助還是私營 沒有括湖 應該是私營學院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 恆生大學 東話學院 五輪功學院 耀宗幼教學院 當然幼教學院主要就是 服務一些友誼教育的東西 這些學院都是 總數有多少 22間可以頒授高等學位的學院 有這個數量的時候 如果22間每一間可以承受到一千個學生的時候 你也要知道有兩萬多 其實現在的學位是非常非常多 只要你有心去讀書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容易讀大學 或者可以持續進修的機會 所以成績是否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當然成績是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主要的因素 除非你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想做某些職業、行業 很專門的 一些特定的學院 或者大學才能夠收讀的話 如果不是 我純粹求學 我希望有一個證書 有一個學位去得到 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出路 甚至之前也有介紹過 有些不同的國際考試 令到大家可以有機會去海外升學 有更多不同的途徑 除了海外升學 也有北上升學 在東南亞也有很多不同的國家的大學 等等的課程 都可以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所以在升中的同學 你不要想著進入一間不好的中學 或者你不如意的中學 就放棄了自己 而其實是你未來的六年才是一個非常非常決定性的關鍵 而去到升大學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人會再看你 成分時有多少個A 或者你來自哪一間小學 那間小學是否一間神校 又或者你一間中學是神校又如何 你的DSG成績決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氣餒 不要灰心 只要你達到一定的水平 做到你的最好的成績 你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出路 記住記住 升中不是唯一 只不過去到現階段 或者去到你升中的這一刻 你會覺得很重要 但是試過境遷之後 其實這一件都是小事一宗 所以記得 這個名愛專上學院 升格成為聖方製的大學 成為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大家會不會對於名愛專上學院 去報讀他們的時候 會增加了你們的興趣或者意欲 不妨在下面留言區告訴郭Sir 郭Sir分享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這個QR Code 又可以幫到你了 好嗎? 最後最後了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當有新的影片 新的資訊 特別像今天這樣 有新的教育的資訊 都可以通知到你 和立即收到資訊 我們期望下次再見 拜拜